涉環署署長劉利群表示 限制食市人數和餐桌距離等的規例生效之後 已經巡查32,000次 作出1,700次的口頭勸喻 她說如果因為食市 因為不遵守規例而被檢控 不排除不獲第二輪資助 我第二輪的資助計劃 其實重要的目的 是因應實施 我剛才所說的一些減少社交接觸的措施 而令食市的生意受影響 所以食市如果拿資助的時候 我就會期望他們會遵守相關的規定 如果他們不遵守 譬如說被檢控過 我們值不值得在第二輪資助計劃下面 批錢給他們 這個我們會很慎重的